我现在在天安门城楼前面 北京这边故宫里边这个每个门上面都有一个匾额 比如那个东华门西华门还有正阳门 上面都有标注它的名称 但是只有天安门这边没有那个匾额 天安门城楼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这个匾额的 故宫是明代修的 当时这个天安门叫城天门 就是奉天成岳那个城 天就是天意的天 后来这个清朝入关之后把它改成了天安门 那个匾额的位置就在上面国徽这个位置 刚开始的时候据说是上面有满汉还有满三种文字写的天安门 后来又改成了满门和汉门的天安门 到了新海革命之后就改成了汉门的天安门 新中国成立后上面这个就改成国徽了 其实这个意思应该是很简单 你像什么城天门天安门 就是说这个皇权是上天授予的 但是新中国不一样 以前整个国家都是皇帝一家人的 但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 所以挂这个国徽 他们就是当家作主要是非常简单的 那是中国人的国家 这就是这么简单的 拿着国家的国家 那是中国人的国家 我也是中国人的国家 我也是中国人的国家 我也是中国人的国家